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基本的观念不懂 你深的就不会懂 相反的 如果各位能够把这个底下的这一大块 先学懂了 这只是基本功力 上去的东西只是一小块 字比较深比较难 可是观念却是一模一样的 你深的就立刻都能懂了 所以这句话 我们就回到一二三加四的基本功来分析一下 首先一就是the words这些字 二叫做天必 就是不能够是 必动词翻译成是 是怎么样呢 unspoken unspoken当成形容词 叫做不能说出来的 不被说出来的 这句话原型是这样子的 在这个the words的后面 带出来一个形容词字句 which 指的前面这些字 这些话 are spoken 被说出来的话 spoken就是说 speak的过去分词 这里变成被动语态 被说出来的 这些话呢 can't be 就不能够是 不能够是怎么样呢 unspoken 不能够是 说不出来的 没有说出来的 意思就是说 说出来的话 就不能再 收回来了 那么进一步啊 这个形容词字句的 which 可以被 省略掉 然后就留下了这个被动语态 are spoken的动词 再进一步 根据我们的文法规则 很简单的 把它改成 过去分词 放在主词的后面 后面还是一样的 翻译前面 这些被 说出来的话 the words spoken can be unspoken 那么这个刚刚 从形容词字句 省略掉了which are 之后留下的过去分词 称之为 分词句构 在英文是一个 四概念 后面翻译前面 所以 一 二 三 加 四 真的好标准啊 所以回头看 the words spoken can be unspoken the words spoken can't be unspoken the words spoken can't be unspoken 说出来的话 就不能够被 收回来了 所以各位朋友 不管任何的英文句子 都是这套 一二三加四的组合 所以你在基本功力上面 如果很简单 也很确实的建立了这套思考的观念 也就是说 你整个英文的大山 你就占了80%的底子了 将来只是单字比较深 句子比较长 你就往上面突破 就非常容易了 相反的 如果你底下这一大块 没有真正搞清楚 你只是大概大概 或者看懂那个字 却不了解它的文法结构 再上去 看到用比较深的字 或者句子比较长 它的结构更多的时候 你就发觉 你就不太懂了 所以各位朋友 基本的不懂 深的你就不懂 那反过来 咱们就好好的把 这一二三加四的基本功力 占了这个英文大山的 80%的面积 先把它给功课 就能够很快的 听说读写运用 甚至考试 也会考得很好 希望透过我们的方式 来快速的改善 你的英文程度 你的英文学习的效果 第一个就参加 我们的韩寿课程 有繁体版跟 节听版的两种课程 也就是说 把老师请回你们家 讲给你听 你跟着念 在一个快速 简单 完整 特效 并且很经济的方式 来学习 而且你任何时候有问题 你可以随时用LINE 微信 或者是Email 甚至打电话来 和我们询问 马上就可以得到解答 马上就豁然畅通 那么另外一种 更直接面对面 快速 而且确实就是 我们盯着你 一个一个带着你 拉着你 保证让你学起来的 面授课程 你可以亲身到我们这里来 也可以透过视讯 全世界你都可以跟我们视频上课 你要跟着我们 我们带领着大家 第一个改善发音 告诉大家舌头的位置 第二个就是要告诉各位 这些你过去可能不一定完全理解 甚至是完全错误的 英文的思考观念 每个英文句子 就是这一二三加四 一块一块的组合成功的 如果你理解一块一块 很容易就能够记忆 配合的声音念出来 就更加的漂亮 更加的能够运用了 再来有了两个基础之后 我们就要实际的 听说读写来运用 我们还要虚拟 好像有外国人跟你对话 跟你做听力的练习 对于职场的人士 更要把你的教学的内容当中 融入你个人职场的专业 也就是说你明天后面 你明天后天会用什么 会写什么 咱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加进去 来训练你 再来我们增加单字量 其实你有了声音 有了文法架构 英文的单字的增加 这是轻松如意 你自然念一念 就能够记住 就能够运用 当然再进一步 你一定要学习写作 听说读写 一定是四个层面一起进步的 所以我们会更改学生的写作 让你来在过程当中 不断地去体会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有人帮你改 你很容易就进步 尤其是写作 很快就能够写出一篇洋洋沙沙 漂漂亮的英文 这就是我们希望带领大家的 好的 各位朋友 希望我们六个符号 能够帮助大家 快速 有效 系统 经济的 学会用英文 大家一起加油 大家一起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